這支影片主要是要為大家介紹一般的起子跟集輪起子 在酸入螺絲中 手腕動作的差別 首先我們先用 一般的螺絲起子在酸入螺絲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整隻手腕都必須要放開再抓緊 螺絲起子 所以整個手腕的扭轉次數會非常的多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Gorella的集輪起子 你可以看到 當我把這個前面的頭往逆時針轉的時候 一開始 也許覺得它跟一般螺絲起子一樣 但是可以發現 當它有集輪功能的時候 它只要左右旋轉 就可以很快的 把螺絲 拴進 木頭裡面 拴出的時候也是一樣 一般的起子 你需要一直去放開你的手 放開起子 你才能夠把它進行旋轉 但是Gorella的集輪起子 你只要把它順時針的旋轉 你也可以看到 非常的省力 就可以很快的把螺絲鑽出來了 這又是集輪起子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Gorella專業鋼捲尺跟一般捲尺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有自動煞停設計 自動煞停設計 自動煞停設計 當我要使用捲尺 把齒帶拉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就會自動的停止 我不需要按任何的煞車按鈕 它就會自動停止 那所以我要讓一公尺 兩公尺 甚至三公尺的時候 我就只要把齒帶一直往外拉就可以了 不需要按任何的按鈕 非常的方便 而回收的時候呢 才需要按到按鈕 當我按下按鈕 不放的時候 Gorella就會自動回收 當我把按鈕 一放開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停止 可以說是非常的安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按它馬上就回收 一放它馬上就停止 非常的安全 而第二個特別的設計 就是我們有非常的安全的包膠設計 它們都是符合Rich的材質 那它可以降低捲尺在落下 掉落在地下時 對整體的衝擊 所以樹缸加上外面的包膠 可以保護裡面的彈簧 不會受到 落下時不會受到損害 而接下來就是 我們在齒頭溝也有特別的設計 像這顆供應制的捲尺 它的齒頭溝有強力磁鐵 也就是說當它吸到 如這一顆捲尺上面這個鐵的部分時 它就會自動的吸住 然後可以進行量測 可以說是非常的方便於單人的工作 而另外一個文工尺 則是它有橡膠頭的設計 當它勾住一般的邊緣時 物體的邊緣時 會非常的 抓得非常的緊 而且並不會傷任何的木頭的材質 因為它有橡膠頭的設計 這是GORILLA的鋼捲尺最大的三個特點